2級運輸署有很多機會跟公眾接觸 所以在語言和溝通方面我們都相當注重 所以在我們的見面時 我們特別看他們對同人的溝通 特別是我們提出問題 看看他們能否看到重點 還有對社會周遭的環境 能否能夠跟他們的反應出來 入到離運輸署他們要經過兩輪面試 在問題上其實就是會 當然要看看他們對社會的看法 是否有甚麼特別的見地 在答覆那裏就沒有甚麼是對還是錯的 我們主要看他們就是 他們對這些問題的反應是怎樣 能否能夠比較多角度去理解或者答覆的問題 就住公共交通運輸問題 其實我們都想看看他 他對香港的公共交通運輸或者道路交通 有甚麼基本的形式 能否能夠說出香港 究竟現在的公共交通運輸是怎樣 在這方面工作 我們的同事是需要面對不同的公眾 其中當然是真的公共交通使用者 他亦都需要跟公共交通的營辦商去聯繫 以及去看看怎樣能夠改善公共交通服務 在地區方面他亦都面對在區裏面 其實是有區議員 有些壓力團體 所以這位同事其實他的特質 是需要能夠在溝通方面 跟不同的人士都能夠溝通得到 在面試那裡我其實都見到 有不同的問題出現 有一些申請的人 在面試的時候 他當然會很緊張 很緊張 亦都是最大忌 就是有時對問題是問非所答 就是問一個問題 他會回答別的東西 亦都有一些人可能會回答到 題目是過場 講講一下 都不知道自己講到去哪裡 其實會影響到他們的表現 我想在投考任何的工作 或者任何甚麼申請都好 他真的必須事先都要做好準備 當然譬如進來運輸署 我都覺得他們需要 在事前都要多了解一下 運輸署究竟工作 究竟是涉及甚麼範圍 在這方面 我都忠告那些申請人 是要之前多了解 上我們的網頁 看裏面其實都已經有足夠的資料 他們可以知道究竟運輸署做甚麼 我們在2013年的9月 加入運輸署 到現在都有四年半的時間 在投考經驗分享方面 我的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在小組討論面試的時候 我會自己傾向比較細心地聆聽 其他考生他們的發言 而我自己發言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留意 我發言的時候 是要精緻簡潔 避免中英巨子夾雜的情況 我都會特別留意我發言的時間 我現在是隸屬新界分區辦事處 運輸管理部 我職位是高級運輸主任 簡單來說 新界分區辦事處的工作 就是負責策劃和規管 新界區內的公共運輸服務 而隨時之外 我們日常也會就市民 他們對地區區內 公共運輸服務相關的投訴 我們會作出跟進的 而在地區區議會的層面 我們都會透過日常的會議 和和區議員的接觸 是就議會和各區議員 他們對地區公共運輸服務相關的意見去跟進的 我是2016年11月入來運輸署 在青馬及隧道監製事務組 擔任二級運輸主任 我主要的工作 就是負責監測兩條隧道的隧道型版商的工作 如果隧道有甚麼維修建設 其實都是我們負責財務上的安排 做出申請 在這年紀裏 曾經負責過停車泰卡式電子交際的推廣 以及一些隧道刑辦商 他投標的事務準備 都遲過 面試的時候 第一關 其實都會先給你一條題目 那條題目應該是一些時事的議題 你預備完之後就演講 演講完之後就會跟進問題 之後考官都會走運輸政策等等的事務 都會問你 我當時是因為我自己住屯門區的 他都會問我一些關於屯門方面的交通政策 例如輕鐵等等 都會看我對社會或者我身處的地區 自己本身的交通有沒有理解 第二關就是一個小組討論的面試 都是遷就一些交通上的議題 可能是你要熟悉一些政策上的大方心 然後在討論中 帶出 就可以讓考官知道 原來我們運輸政策的訂立 是根據這個方向 你是知道的 之後你就討論的時候 更加有條理 還有會比較中一個核心 會比較中一個核心 在討論中